作者,Dekom 空军发展得如此之好,关键是因为,我们能制造出自己的战斗机。 当年靠日战争期间,我们就有王牌飞行员,在南京保卫战中,一个人击混了日本武架战斗机的英雄设计。 但是,我们却一直没有发展起自己的空军,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建造飞机的核心技术。 在新中国成立时,我们也安排了空中梯队参与受决,但是无奈于当时的飞机都是缴获敌人的,数量极少。 为了不显得那么窘迫,当时我国提出了让空中梯队在天安门上空往返飞行的想法。 虽然这一举动掩盖了当时的尴尬,但是也激发了我国飞机制造业发展的钱呢。 现在的中国飞机早已经飞西比,尖系列战斗机正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。 尖式战斗机已经成为了出口产品,目前有许多国家和中国签下了订单。 而中国空军目前最顶先的战斗机是尖20,它也是辽宁街上的主要舰载机之一。 在中国战斗机把家中民的局面里,有一款战斗机经久不衰,深得中国空军的喜爱。 而目前它已经装备了四个空军旅,服役数量达到了150架。 这款战斗机就是歼16,歼16是由沈阳飞机公司研制。 它的前身是歼11战斗机,2011年首次是飞。 两年之后中国公布了这类机型,2016年正式的服役于中国空军。 歼16全长21.19米,机身高5.6米,翼展为14.7米。 采用的是两台涡扇10B发动机,发动机的空气流量达到了每秒110公斤。 它的航程在3900千米左右,最大航程为4288千米。 最大速度2.5马赫,当在海面上飞行时最大的飞行速度,为每小时1800千米。 歼16最突出的优点,就是它强大的作战能力,配备用PL-15和PL-10空对空导弹,英机62和英机83空对舰导弹。 拥有12个导弹挂材点,可以携带大约12吨重的弹药。 最重要的是歼16可以进行海陆空力体式的全方位和全天候的作战,并且它可以待在PL-13空空导弹。 这是目前中国研制的最先进的格德导弹,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战斗机,能够在空战中摆脱它的追击。 歼16最大的改进,还在于它结合了当今许多先进的电子设备,增加了电子对抗的能力,可以满足现代化战争的需求。 同时在飞机的两侧,装有四个人装天线,具有较强的信号识别功能和信号感知能力。 在2017年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诸玉和大阅兵时,歼16战斗机就以西行方真亮相。 虽然它不属于航母舰载机,但是却是陆基航空兵作战的首选,在机动性,梅达和航电方面,都具有明显的优势。 它成为中国版的苏-30,而专家预测未来它的产量,将会达到200作用。 歼16的成功,得益于沃国飞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,它的出现也体现出了我国空军由防御型部队,向进攻型部队的转变。 大大的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,中国空军将逐步成为一支攻防兼备的空中力量。 同时面对现代化的战争,更加要求一个国家的军队,掌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。 而歼16强大的盾海,对空作战能力,正好是应立这一发展需求。 有句话说的话,大炮一想,黄金万两,歼16这种战斗机,执行一次战斗任务,就是几十万人民币的花费,并不是一般国家能承担得起。 这也能够看得出,我国强大的综合国力。 的确认